2021年全国快递业务量超过一千亿件 疫情之下网救更加成为大众买东必备的方法 为了应对快递行业对环境造成的负担 内地近年正是积极推动环保快递 中国的速递业务量连续六年位居世界第一 每年消耗的子累废气物超过900万吨 塑胶废气物大约180万吨 相当于2亿个成年人体重的总和 有电商平台就推出绿色物流计划 采用可循环使用的包装袋或者箱 用电子货单代替纸张 又以新能源车运输货品 在仓库使用太阳能发电推动环保 通过多年的努力 内地在使用环保交代 循环再用包装和电子运输单据都有进步 超过九成的快递使用可循环再用包装 全国一共有九万个邮政机构 设置回收装置成功减低污染 中国从生产大国转变成消费大国 不过改善生活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 如与红掌怎样兼得呢 环保快递是积极探索的一个答案 保佑 与天地共生 OurChinaStory.com 全新感受 单代中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